咱们现在开始做实验 把这个跨距调好 咱们的跨距是250 调好跨距以后 两面的螺丝固定好 然后把实验放在这个腹肌中间 调好间距 别叫它压倒 留点缝隙 然后咱们打开软件 打开软件以后 选择实验标准 然后咱们选择这个 ASTMC203.OK 选择好杯标准以后 点新键 点击下面的新键实验信息 然后批号是公司内部的批号 这个实验的数量 实验人 这个是原始标具 原始标具是根据实验的尺寸来计算的 咱们先填入这个跨距 宽度 然后厚度 点一下回车件 它就把这个面积和这个跨界 这种计算出来了 点完以后 咱们点OK 这个新键的实验信息都过来了 咱们下一步就开始选择这个空中方式 咱们这里有位移壁环 立壁环变形三种空中方式 咱们用位移 在这里输入咱们要求的速度是2.54 点一下回车 选好速度以后 直接点上面的开始 现在就开始做实验了 咱们再用一步 我们下车出了 咱们现在就开始做实验了 咱们在这里 咱们现在已经做实验了 咱们现在正在这里 咱们再做实验了 咱们再做实验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结束了 试验 试验的数据出来了 试验50%硬面硬面的强度是0.72 对大力 环球强度 所有 试验50%硬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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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